這是我的其中報告 我是要做一個很簡易的娃娃 我先建一個方形 然後把它細分 然後就大概捏出一個你想要的臉 這是正面 這是鼻子 然後捏出一個下巴 然後頭頂 然後就是把側面 就大概先把你要的樣子 先捏出一個面出來 然後接著再把它捏成圓圓的 就到處轉一下 看你覺得哪裡漸漸的 就把它變成圓圓的 然後把後面的這一部分 把它往上收 不要讓它突出下巴 要不然會很奇怪 然後這是現在的正面 然後把這一部分往上拉高 就會變這樣 就一個臉 這部分是鼻子 然後修改它的側面 然後這是它的脖子的部分 選一塊你需要的面 然後縮小成你想要的樣子 形狀 誒誒放錯了 圖片 好 往下擠成你要的身體 就放大縮小放大縮小就好了 然後 把它下面連起來 要不然到時候不能坐腳 然後這隻手 也是一樣先擠出一塊 然後把它縮小一點 變成你想要的形狀 然後往外拉一點之後 再擠出一隻手 然後關節的部分要切多一點 到時候才可以動 然後這是它的手掌 然後側面 大概的樣子 然後這是它的腳 先把它的樣子 誒這好像錯邊了 先選一下 要的部分 然後更改它的樣子 然後擠出一隻腳 也是一樣在關節的部分要多切幾條 然後這邊也再切一條 然後弄個小腿 這邊是腳掌的部分 擠出然後壓扁一點 再擠出一塊再壓扁一點 就很簡單的腳掌 然後讓它上一個顏色 那時候沒有歸零 最好是歸零 反正的位置全部都歸零 這樣到時候要做骨架的時候 比較好做 然後接下來要做一個很簡單的 頭髮 就先複製一個身體 到另外一個層 然後留下你想要做頭髮的部分 會長出頭髮的部分 然後把它放大一點 然後再套回來 然後先把這個顏色 先刪除 再新增一個 要不然它兩個顏色會一起跑 然後就新增一個顏色 然後就把頭髮往下擠 就是頭髮了 這是側面的樣子 然後就有頭髮了 然後製作一個很簡單的衣服 也是一樣 留下你要的部分就好 然後放大 穿上衣服了 然後 然後 就很簡單的衣服 然後最後去做修改 然後 因為頭髮很礙事 所以你可以按H把它隱藏 然後 如果你到時候要讓它顯示的話 就按Auto加H 它就會再出來了 不過在拍照的時候它還是會出來 就 用圖片的時候 然後這邊我就把它做一點修改 然後它 腋下的部分常常會破圖 就 要注意一下 然後 拉出一個裙子 然後還是一樣很簡單的鞋子 往上擠就變雪靴了 然後 鞋子最好再加一個底 往上擠出一個 往下擠出一個底 然後 接下來要做貼圖 先把你要貼圖的部分先全起來 然後 按解算 我是習慣直接按解算就好了 然後 這邊新增一個貼圖 欸 好像少一張 這邊 新增一個貼圖 在這邊 要新增一個貼圖 然後 最好不要放太大 要不然其實很難畫 然後 按這個 就可以開始進入編輯 那個 繪圖模式 按 如果這邊沒有出來的話 你按N就會出來了 然後畫一個很 很簡單的眼 然後這是衣服 衣服 然後你畫 畫完之後 最好趕快保存 要不然它馬上就會 圖片就會不見了 馬上就會不見 喔 那時候做這個做到一半 然後它就不見了 沒有馬上保存的話 然後所以就變這樣 然後一樣鞋子 然後 幫它做一點配件 然後這是 反折的袖子 袖子就 把它擠出來 然後放大就可以變這樣 然後最後再做一點修改 然後就一隻娃娃出來了 為什麼那邊有眼睛這邊沒有 那這邊是 這邊是 這邊是那個 3D的模式 啊這邊是 這就是模型 那個成像的 這是成像 它因為你有UV貼圖 所以那個 UV貼圖的部分現在 在 這邊不會呈現 看不到 然後再一直這樣子看不到 然後再一直這樣子看不到 然後 然後 就這樣製作完畢 好 那 有沒有辦法 就是 快速的做一個 不用只焦量 快速的做一個 就是 現在直接操作 直接操作 直接操作 用Blender 直接做一個 可是我這邊沒有射中文 可能要做很久 對 不能很久 你大概做一個要做多幾個 嗯 應該也不會很久吧 一個小時 嗯 搞不好要 可能要一個小時 這樣 你下次告告 稍微準備一下 嗯 能不能當場失敗 然後你練手一點 來 做一個簡單一點 這樣 可以速度 比較快 然後 因為 我 我對那個 像這種 你做的模型 我覺得蠻精緻 會是那個 衣服啊 頭髮啊 鞋子啊 那種東西我這個不會拉 哦 所以我希望你教我們這個 好 好 那所以 因為我們 其中包括兩次 嗯 那你下一次 稍微 準備一下 然後 練習某一個模型 你做 做個一次兩次 然後比較少 然後那個 該準備的材料 你先準備好 嗯 然後下去教我們做 那你教完 你準備當好 欸 有 我準備一隻娃娃的 準備一隻娃娃 嗯 他的身體 那我先下載 我又要存錯了嗎 那我可能存錯了 沒問題 那如果存錯 就下次再好了 下次再好了 那個要 要 要 再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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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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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9 等一下 F9 等一下 F9 F9 2 1 2 2 2